过来 按熊花配对 你干什么 我得给女儿拍的 哥 大家准备好 我们要拍照了 三 二 一 三 喂 安文哥 郭年好 郑宇 季荣出事了 季荣 季荣 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呀 郑宇 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回来 季荣说 想要见季荣 他病了 你也病了吗 你又不把季荣带回来 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季荣 季荣你说 你到底做了什么 季荣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说没就没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哥 我也想问你 季荣怎么就没了 行了 都别说了 有什么话回所里说 带走 什么时候的事 早上 江生豪突然给我打电话 说他起床就发现 集中人在泳池里 集中死了 什么 我说 集中死了 大喜的日子 你这有什么人呀 大喜的日子 你这有什么人呀 你怎么会干什么 不可能啊 怎么可能呢 我今天才刚见过他 他在婚礼彩牌现场让他 一直在消 一直在消 这怎么可能呢 才四个月 到底发生什么了 何正月 明天他们两个就要结婚了 明天的婚礼最好别有所期待 就是这场婚礼 是几种噩梦的开始 为什么 你告诉我 那天 陈可欣也在 她当着众人的面 是吗 这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我也爱你 直到永远 各位来宾 大家好 让我们一起祝吉隆小姐 小三尚未成功 我这个新郎前任自己就先干了 小小姐 我去离开 你别跑了 不要拍了 刚刚是这个玩笑啊 不要拍了 之后呢 之后 那场婚礼 被别人当成一场笑话 婚合 情生好背叛无济容 吉隆患上了抑郁症 住进了廖洋院 到现在 吉隆她 那江上豪呢 吉隆出事之后 江上豪怎么样了 我只见过她一面 她被警方带走 配合调查 为什么 吉隆被人定为她杀 江上豪被 另一号嫌疑人带走了 不可能 这简直就是无济之谈 江上豪那么爱吉隆 而且她不可能会杀了吉隆她 夏兰 夏兰 你去哪儿去 夏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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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一下 是 公安局离那么远 时空融环马上去要结束了 你根本来不及的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陈家兰 你冷静点 夏兰 浩子跟我从小一起长大 我很清楚她的为人 她是不可能会杀人的 她更不可能会杀吉隆 何正月 你是律师 你帮帮她好不好 江上豪现在已经被警方带走 配合调查了 我们先等警方的消息好吗 你是不是觉得浩子杀了吉隆 你冷静地听我说 吉隆是半夜被发现死在泳池 只有他杀或者自杀 这两种可能性 况且 吉隆再杀也不可能 大半夜跑去泳池吧 而且我了解她 她水性很好 说来说去 你还是怀疑江盛豪 在证据没有出现之前 我们每个人都有嫌疑 我不是说江盛豪就是凶手 但警察带走她 肯定有原因的 那你就拿出证据啊 如果江盛豪真的是凶手 那我会把他亲手送进监狱 但是在这之前 我请你保持客观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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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您好 你是女婆家的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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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请 接下来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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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隆死了 那江盛豪呢 吉隆被人定为他杀 江盛豪被列为第一号嫌疑人 带走了 不可能 这简直就是无忌之谈 江盛豪那么爱吉隆 而且他不可能会杀了吉隆他 找到了 吉隆 吉隆 合泽 吉隆 公司 贱 鬼 artificial earthquakes 吉隆 合泽 废 其 ted Council 吉隆 四月 泸 深刻信赖搞破坏的 照顾不周 多多包 嗯 不好意思啊 佳岚 不好意思啊 你看到陈可欣了吗 陈可欣 我没请她啊 你怎么还没换衣服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非常重要 我去门口堵她 千万不能让她进来 你要是看到她 马上给我打电话啊 什么情况 佳岚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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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谢谢 谢谢 现在再照顾你周来的 谢谢 先生 不好意思 今天我们参加婚礼的人太多 前面车位已经停满了 您可以停到后门 后门也有车位 哦 好 谢谢 还有后门 得再找个人帮忙 哎 何正喻 不是 你怎么没进去啊 嗯 你见过谁家结婚 伴郎双树 伴娘丹树 要缺缺一对 那正好 你帮我一个忙 你去前门堵着 要是陈可欣来了 你一定要拦住她 不能让她进来 她是来砸场子的 谁跟你说她要砸场 她亲口告诉你 哎 我没有时间和你解释了 整忙你帮也得帮 不帮也得帮 好嘞 没问题 这儿 我加你一个微信 你要是不想帮忙呢 你就动动嘴 你看到陈可欣 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马上来 啊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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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陈可欣呢 啊 leap 进去了 我不是让你拦住她吗 我们打热的共识是 第一时间通知你 屁股 百二十 我 不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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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我 我 我 你等一下 陈嘉瀾 你干嘛 我知道你想干什么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我能干什么 我就是来送个红包而已 你骗谁呢 来 你干嘛 我给我钱那样送个红包 你管得着吗 管得着呀 你红包给我就行了 陈嘉瀾 你松开我 陈嘉瀾 你松开我 陈嘉瀾 松开 我就来送个红包而已 我已经放下了 我真心祝福他们 不是 你骗谁呢 你别推我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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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紧放开我 看来因为我们对新人好事将近 今天是双喜临门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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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走 陈小姐是吧 今天我妹妹大婚 如果你是来祝贺她的 我欢迎 如果你要是来闹事的 后果你未必承担得起 下面有请新娘发表爱情宣言 干嘛 放手 放手 你猪队友吧 神经病 你要是把陈可欣拦在门外 不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我至于被别人当成神经病吗 顶死人了 知道自己丢人就行了 平时冒冒失失地以恶度人 你就算了 在婚礼上也出洋枪 你懂什么呀 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 再说了 你不过是我好朋友 老婆的好朋友 又不是我的朋友 你凭什么来教训我 不可理喻 刚才谢谢你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伍吉荣的好朋友 何正宇 不巧还是个律师 我劝你离吉荣远一点 否则的话我会找上你的 明白吗 你单身吗 这会儿你没白来呀 黄增单身律师 nice 挺配 一个比一个能装 要是陈可欣来了 你一定要拦住她 我已经放下了 我真心祝福她们 受过你任务成的 你单身吗 怎么了 没事就头疼 好 缓缓就好了 那接着说吧 前天晚上武金荣小姐 让我把她 从疗养院接出来 本来说我一起去 江盛豪家谈一些事情 不过她临时改变了主意 只让我送到 江盛豪家门口 就让我离开了 那她车上 跟你说什么了吗 只跟我强调了几次 江盛豪没有出轨 请确认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在笔录上签个字 那个武金荣和武安文 兄妹关系怎么样 据我所知 他们兄妹的感情 一直很好 怎么了 随便问问 昨晚武安文 也见过武金荣 他也在隔壁配合调查 我是有的 详细小姐 王安文昨晚见过姬荣 怎么没跟我提过 何正玉 探前初一来这儿 想必咱俩是为了 同一件事来的吧 我现在是江家的代理律师 为江胜豪辩护 看来以后咱们是对手了 我要做的是 为武姬荣讨回公道 不存在什么对手不对手的 杰荣死了 我能做点什么的 陈嘉兰已经阻止了陈可欣 但还是没有改变 所以说 不是改变过去任何一件事情 就能改变结局的 目前为止发生的一些 小的变动 还没有引起大的蝴蝶效应 一切还是按照我之前 所经历的那样发展 我之前所经历的那样发展 好 浩子现在怎么样了 还在公安局 我也刚录完口供会来 我一点用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改变 怎么会没用 你今天阻止陈可欣的事 让杰荣被黑唱小三的新闻 通通没有 真的吗 那 亨利上的新闻报道 都是正面的 提到陈可欣的 只有一点小插曲 原来过去的一点点改变 就能引发蝴蝶效应 陈可欣的事情 就是最好的证据 那还有什么别的改变吗 没有了婚礼上的嫌隙 是不是 陈可欣就不会查错